哈喽呀 大家 我一直都是 BOX大户 贝雷帽也是 巨度挑选出了一些 想用它们来作为案例 来跟你们讲一讲 怎么挑选贝雷帽 以及 如何戴好贝雷帽 第一点非常重要 我的头尾是 56 所以你在挑贝雷帽的时候 你就要按照自己的这个头尾去挑 你不要挑那种巨小的 很勒 而且戴起来也非常的不舒服 比如说这顶它就有点小 我就明显感觉到脑壳很菇 没有办法戴一整天 你会好像戴了个紧箍咒一样 整个头尾头疼欲裂 而且它这里还写了一个中码 它对中码的头是有什么误解吗 我觉得它赤裸裸在 提示我们这些头尾不是很小的 它是我目前戴上去 比较舒服的贝雷帽 它呢就整个不勒头 同时呢它在头上的形状也非常好 非常的蓬 形成一种 傲傲领的那种感觉 第二点重重之重 贝雷帽的一个生动 像拎起两个帽子 像这个帽子又扁又平 它像顶了一个飞碟在头上一样 别说它戴不牢 它的形状也非常的丑陋 你看看 我这像怎么一回事啊 送出去传道的吗 它怎么样都戴不好看 然后轻轻的 风一吹它就掉了 都不用风吹 走两步路就散了 它就是深度非常深 你即使把整个帽子 放出你的脸 都可以 这种帽子真的夫妇何求吗 往前戴一点 往后戴一点 它戴的都很好看 这个呢 它是有一个定律的啊 因为我差不多超过两个手指的耳朵 大小 形状 都非常非常的优越 但它可以形成一种 把你整个头包裹住的感觉 这两顶帽子 它的帽形是有点像的 如果你要去比它帽子的深度 你看 也是完全被秒杀 因为它帽子够深 所以你在戴上去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帽子 做各种形状 比如说拉下来一点 往后一点 怎么样整都可以 你再去看它 跟你耳朵两边的距离 确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你可以把前面这一圈 把它折进去 这样戴上贝蕾帽 就是非常的随意 这种贝蕾帽 是我最最最喜欢的帽形 它非常的圆润 就你不需要花太多心思 在怎么样戴它 你只要去把它放在头上 不需要去做多余的修饰 就把往旁边移一点 可以旁边这样 放一缕 偶发 下来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戴贝蕾帽最好看 就是把所有的头发 都放到后面去 我是比较有颜骨的 然后这边又相对来讲 比较好 贝蕾帽是这样戴 我妈呀 我的脸整个就是暴露 缺陷无疑 就是一个零形的脸 非常的丑陋 非常的苦相 所以你要显脸小的办法 其实不一定是要把它遮起来 有的时候你更加坦坦荡荡的 把它藏起来 可能会显得你的脸更小 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清爽一些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变蕾帽的几种戴法 首先 戴上 头发放到后面去 这样一一 再拿一搓 这样也会有一点点 修饰脸型的作用 你把刚好戴在你发际线上 一厘米处 这个戴法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可爱一点 然后你再把你的头发往前告别 这个戴法就是比较 青春有活力一些 但是它比较不老 同时它比较适合 发际线不那么高的妹子 我还是喜欢往下拉 因为它有一个 收低发际线的一个效果 同时戴的还比较牢 绕住你的头 把这边往下压 整个帽子呢 它是比较往前推的 然后这边低这边高 这种戴法呢 就是会比较酷一点 相对比较接头 然后它的造型感比较强 一般我平时是这样戴的 对 然后折底的话就是把它往前推一点 就是这种比较软啪啪的 有一点点编织感的 像戴那个康师傅的帽子一样 先这样子戴上之后 把它往旁边去扯 然后把这个帽颜 往里面去卷 可以卷进去之后 它自己会有一个 横起来撑起来的 还一只耳朵戴一圈 也是挺好看的啊 还有像这种硬挺的帽子 一圈是很有那种存在感 先这样 把它整个压下来 戴住往旁边去扯 诶 你不要撞 不要放上去 蓝色的也一样 戴在头上之后 往旁边去扯 好咯 今天我们的这个 贝雷帽的挑选和戴法就完成了 如果是喜欢看鸭舌帽的分享的话 也欢迎你们第四个视频 下期再见 拜拜